2022年金华广场动土 微经集团主席沈沁金 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肩并肩持金产 象征性挖土 回顾两人好交情 2018年柯文哲坐东 在圆山饭店 举办双城论坛 晚宴 宽带时任上海副市长周波 15位台湾企业家出席 沈沁金旧事做赏兵 看起来是他当选第一任市长之后 有交情 2020年的时候 一起合办公益演唱会 当天待了超过两三个小时 一个市长参加活动 是很难得看到的状况 也显见沈沁金跟柯文哲的交情 是有一定的深度 双城论坛晚宴后 2020年11月 沈沁金家族基金会 在大安森林公园办活动 当时柯市长给足面子 多停留一个小时 国民党籍前市长黄大舟 也在场三人留下合影 民进党议员指控 金华城独更案或最优容积率 其实是蓝白携手痕迹 因为微经集团主席 沈沁金和弟弟沈沁光 两人都曾担任国民党中常委 蓝白和创造农积奖利最高的一个案 黄大舟担任市长的时候 把这个金华城那个用地 从工业用地变更成第三种 所以农积奖利其实可以高到五百六 摊开金华城股份有限公司 过去董监事名单 黄大舟就是沈沁金家族基金会推荐的董事 金华城容积率一路增加 在柯文哲任内拍板时上最高 遭殖疑是土利 蒋市长被动交给建调处理 这么多的安口这么多的前辈 都跟国民党渊源这么深 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不敢放 来调取相关资料 我们绝对以法办理 毕竟微经集团当家的是国民党自家人 遭报督更案14市科市府弊端 蒋市长恐怕也陷入左右为难 在这种环节我们学院台报道